11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告诉记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电话中 祝贺当选总统特朗普挑选的国务卿卢比奥 并承诺将努力实现顺利过渡 53岁的卢比奥可以说是 特朗普国务卿候选人名单中最强硬的人选 这位参议员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主张 对包括中国、伊朗和古巴在内的美国地缘政治对手 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 过去几年他已经软化了一些立场 以更接近特朗普的观点 这位当选总统指责美国前几任总统 将美国带入了代价高昂且徒劳无功的战争 并推动减少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 11月18日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向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基金 捐款40亿美元 用于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拜登在里约热内卢20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次讲话中 宣布了美国的承诺 这一数额创下了记录 超过了华盛顿在2021年12月 上一轮IDA增资中承诺的35亿美元 11月18日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 美国已就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做出重要决定 同时强调这不是西方战略的转变 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熟悉该决定的消息人士 11月17日表示 拜登政府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 深入俄罗斯境内 贝尔伯克在欧盟外长会议前 在布鲁塞尔表示 我想强调的是 美国方面的决定不是重新考虑 而是加强其他合作伙伴已经提供的援助 这一决定在目前非常重要 德国最高外交官还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者发出警告 并表示欧盟正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并正在研究中国无人机支持问题 菲律宾和美国于周一签署了一项军事情报共享协议 深化了面临该地区共同安全挑战的两国之间的国防关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在马尼拉军事总部签署了这项协议 他们还在那里为一个协调中心动工 该中心将促进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合作 该协议被称为军事情报安全协定 允许两国安全地共享机密军事信息 在总统拜登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领导下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得到了深化 两国领导人都渴望反击他们所认为的 中国在南海和台湾附近地区的侵略性政策 由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 皮特·赫格赛斯是陆军国民警卫队退伍军人 也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由于他身上有与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有关的纹身 一名军人将他标记为可能的内部威胁 据美联社报道 赫格赛斯淡化了军人和退伍军人 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作用 并抨击虎角大楼 随后为解决军队中的极端主义所做的努力 他说他被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 从2021年1月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警卫队伍中撤出 原因是骑胸前有十字架纹身 他被不公平地认定为极端分子 然而本周一名当时担任该部队安全经理 并隶属于反恐小组的警卫队员向美联社分享了一封 他发给部队领导层的电子邮件 邮件中提到赫格赛斯身上的几个纹身中 有白人至上主义者使用的拉丁语意为上帝保佑 他担心这是内部威胁的迹象 赫格赛斯和特朗普过渡团队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据美联社上个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 根据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研究和应对恐怖主义联盟收集和分析的数据 从2017年到2023年 有480多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被指控犯有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主义罪行 其中包括230多人因1月6日的国会大厦骚乱而被捕 虽然这些数字只反映了在军队中光荣服役的人的一小部分 但美联社的调查发现 涉及具有军事背景的人的阴谋更有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自1月6日以来 赫格赛斯和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 一直在淡化国会大厦骚乱的严重性和受过军事训练人的作用 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 在广泛的谴责声中 赫格赛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在佛克斯新闻的一个小组讨论中 赫格赛斯将人群描绘成爱国者 称他们热爱自由 是热爱我们国家的人 他们重新意识到左派对他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 在国会大厦袭击中 14人被定罪为煽动阴谋罪 这是在这起事件中最严重的指控 其中8人曾在军队服役 根据数据 虽然1月6日后被捕的大多数 有军事背景的人不在服役 但袭击发生时 有20多人在军队服役 不过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极端主义在美国军队中并不普遍 SpaceX总裁马斯克的长期副手肖特维尔近期 在一次投资者活动上表示 如果该公司在未来4年内进行400次星舰发射 他不会感到惊讶 他希望在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 大幅增加其巨型火箭的飞行次数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到目前为止 SpaceX已经进行了5次星舰试射 第一次是在2023年的4月 马斯克希望在未来的火星任务中 使用的这种强大火箭 目前仍在研发中 工程师们在星舰正式投入使用之前 还有很多技术障碍需要解决 如果星舰每年能飞行大约100次 SpaceX将面临生产和翻新硬件的巨大压力 并且可能需要联邦航空管理局 改变其对发射许可的监管方式 今年秋天 SpaceX和马斯克批评了航空安全管理局 处理星舰发射申请的方式 其他太空公司也呼吁改进发射审查 SpaceX从其位于德克萨斯州 布朗斯维尔附近的星际基地 已经进行了几次星舰飞行测试 并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政府基地 发射了猎鹰火箭 该公司在这三个地区的活动都面临一些阻力 同时也获得了部分领导者的支持 肖特维尔表示 SpaceX预计今年将使用其猎鹰火箭舰队 进行130多次飞行 肖特维尔在投资活动上表示 目前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处理监管事务 希望特朗普政府和马斯克帮助领导的政府效力部 能够重塑和改善各行各业的监管规定 并简化发射规则 联邦航空管理局日前表示 该机构正在推进一项计划 以分析和更新让太空公司感到沮丧的发射许可规则 称其将致力于确保发射能够安全 并且以符合环境规则的方式进行 SpaceX与联邦政府有大笔业务往来 并与许多机构合作 该公司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首选承包商 也是国防部的主要国家安全发射机构 经常与电信监管机构 航空安全官员和环境服务部门合作 知情人士表示 马斯克预计将在特朗普任期内发挥重要作用 指导太空政策 洛杉矶犯罪率持续下降 与去年相比凶杀案减少了15% 但新任洛杉矶警察局局长 麦克唐纳对这一数据背后的潜在问题表达了担忧 他在11月14日的就职典礼发表讲话 直言犯罪统计可能未能全面反映城市的真实安全状况 麦克唐纳指出 部分市民因为对执法系统失去信心而不再报警 这可能导致犯罪率被低估 他表示 我们的警官正在努力降低犯罪率 但公众对警方的信任仍然不足 许多人可能认为 即便报警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 这种现实令人担忧 他进一步提到 如果犯罪率真实上升 反而能更清晰地暴露问题 让执法部门更好地制定应对策略 麦克唐纳批评了现行政策对低级犯罪的宽松处理 认为这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他预计即将上任的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 霍克曼将带来政策上的改变 例如更严厉地惩处盗窃和毒品犯罪 此外 周选民通过的第36号提案 也将对相关犯罪实施更严格的处罚 这或许会增强市民的报警意愿 对于上任后的优先事项 麦克唐纳计划 用前90天倾听各方意见评估现状 并制定未来的行动规划 他强调打击暴力和财产犯罪是首要目标 同时还将推进警务透明度和问责制 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以及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 合理使用新技术 他明确表示 减少犯罪和重建信任 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目标 而是紧密相连的工作核心 与此同时 麦克唐纳面临警力不足的严峻挑战 目前 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员人数 已从15年前的近1万人降至8800人 警校招生人数也远低于以往 最近一届的招生人数只有23人 还不到麦克唐纳上次 在洛杉矶警察局任职期间招生人数的一半 他计划简化招聘流程 并考虑将部分行政人员重新分配到巡逻岗位 以缓解一线执法资源的压力 他还提到 警局内部需要调整组织架构 消除各部门之间的隔阂 促进更高效的合作 在社区问题方面 麦克唐纳提到 麦克阿瑟公园作为改革的试验场 计划通过多方合作改善该地区的治安 他表示 该地区犯罪 帮派活动 无家可归和吸毒问题严重 预计三到六个月后能取得显著进展 此外 他还希望扩大警员与心理健康团队合作的项目 以更有效的应对市民危机 洛杉矶市长巴斯对麦克唐纳充满信心 称其已经开始行动 他指出 保障市民安全是市长的首要任务 而麦克唐纳的领导和改革将是洛杉矶走向更安全未来的重要一步 麦克唐纳则在讲话中反复强调 犯罪数据背后是鲜活的个体与家庭 执法工作必须铭记这些人的经历 他说每一个统计数字的背后都是被颠覆的生活和失去的安全感 他们的责任是为这些人带来正义和希望 面对诸多挑战 麦克唐纳誓言重建公众信任 同时在警务改革和安全保障上实现平衡 他的举措和领导能力将决定洛杉矶 能否在新时期实现更大的安全和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